黑人挖到一颗十斤重的粉钻 这个头足够他下辈子都吃穿不愁 可怎么拿出去是个大问题 看着不远处鹤枪实弹的监工 黑人正不知如何是好时 旁边的抽水机却发生了爆炸 周围顿时一片混乱 黑人只思考了0.001秒后 就借着脑痒痒的功夫 把粉钻塞进了脚丫子里 接着朝监工申请去拉屎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刚走到岸上 就被来往的巡察员叫住 给他里里外外来了个检查 黑人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 好在巡察员并没有检查他的脚 终于逃过了一截的黑人 赶紧朝树林子里走去 为了防止被路过的人看到 黑人假装蹲下拉屎 实际上是将藏在脚趾缝里的粉钻 悄悄地抠了出来 短暂地激动过后 他赶紧扯下一片树叶 将粉钻给包裹在里面 随后在地上疯狂地刨坑 准备把粉钻先藏起来 可就在这时 一把枪对准了他的脑袋